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MIRROR的演唱會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意外大家應該是知道的啦。 去到29日凌晨2點多,《大國文化》在社交平台專頁發表聲明,就說會全面去徹查事件的原因,亦都會取消跟著下來所有長次的演出及網上直播,而有關的退票安排亦都會盡快公佈。 同時他亦提到如果是拿著7月28日演唱會門票的觀眾亦都可以憑票退款。 他們對演唱會的安排就是剛剛說的,後邊長次取消及被你退款。 跟著下來我們再看看傷者情況如何。 根據新聞報道,香港伊麗莎白醫院一共接收兩名男傷者一名頸部受傷情況很嚴重,另一個頭部受傷但情況穩定。 去到凌晨2點30分,其中一名傷者就用散陣去保護他轉移病房,依然是要在深切治療部留意。 這就是暫時可以拿得到的最新資訊來的啦,希望傷者可以大步攬過沒事啦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這樣想講,下邊留個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。